今天我们的专题报导继续要带您走访芬兰的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置的相关设施 这一次是首度对台湾媒体开放 坐上工程用电梯拉门还是用铁条串起 一路往下到地底450公尺 在距离热点首都斯德哥尔摩340公里 车呈6小时的奥斯卡桑 这个地下应研实验室已经运作了超过10年 地底气温偏低 坑道内岔路很多 安全背心等醒目装备绝不能少 坑道内各种实验设施都是为了核废料最终处置做准备 这里是隶属于SKB的ASPER地下实验室 伸出地底450公尺 虽然是实验室 但是包括地质的钻探 核废料的装填等等 所有技术都必须在这里实验成熟才能够应用 核电厂用过的核燃料会先取出放在燃料池冷却 再移到地下40公尺深的浸水池储存 经过9个月到1年取出来干式储存 再将燃料数放进铸铁罐 外层包覆铜罐 运到最终处置厂 瑞典核燃料及废器物管理公司 设立了废弃物管实验室管控品质 这是SKB位在奥斯卡桑的检验工厂 未来的高阶核废料 内层的铸铁 外层的铜罐 以及所有的包覆材料都将在这里做检验 确保未来深埋地底十万年不会变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 高达四点八公尺厚达五公分的铜罐 就是未来的核燃料储存罐 从燃料树模型到各个部位的零件都在工厂检验 许多特殊技术都在这里开发出来 它先钻洞进去 然后摩擦生热之后 让两个弓箭自动的聚合 它就把不要的这一部分切掉 整个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弄气筒 比较其他还在烦恼选址的国家 瑞典无疑是走在前方 更积极输出处理技术 接待来自各国的参观者 不过瑞典没有打算接收其他国家用过的核燃料 代为处理 当然我们必须要照顾我们自己的货币 但我们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 为其他国家的货币 也有一个国家的货币 例如每个国家都必须要照顾自己的货币 他们必须要照顾自己的计划 2009年 瑞典选定斯德哥尔摩北边的福斯马克 作为高放核废料最终处置厂 按照瑞典国家报告书 预计将在2027年完工营运 储存量1.2万吨 让核天厂继续运转60年 记者欢迎罗汉林 瑞典奥斯卡萨采访报道